宝岛台湾 人节地灵 宛如一座璀璨的世界舞台 风云人物在此轮番登场 留下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82岁的美国女议长佩洛西刚转身 75岁的曹兴成就满头双发的走到了聚光灯下 昔日台湾的芯片大亨曹兴成又重出江湖了 不过这次扮他而来的不是芯片 而是他身上的防弹衣 中共前段时间针对佩洛西访台 发动大规模的军演报复 封锁威胁台湾 这似乎激怒了已退休复闲的曹兴成 他猛然站出来霸气地宣布 要拿出约1亿美元来加强国防 训练300万名民间勇士和30万名民间神射手 希望唤醒台湾人为自由民主来战斗 曹兴成一跃成为台湾抗共保台的领军人物 身穿防弹衣橱厂已成了他的新标志 虽说这一切都是中共大张旗鼓的文攻武贺在铺台搭场 但年遇古稀的曹兴成 在几番烟雨人声的淬炼后 反而风光不解 影响力更甚 有台湾芯片枭雄之称的曹兴成 以实业家成名 但他也是世界知名的收藏家 除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 曹兴成75年来走过的路 也收藏了诸多人生逆旅 曾被视作亲中派的曹兴成 现在政治立场大逆转 高调反共 也引起了一些质疑 有人说他是作秀 也有人说他是暗中图利 或许这一次他拿出一亿多美金 是又一次大手笔的收藏 不过拍下的不再是古董外物 而是他自己 他身穿防弹衣的新形象 很有可能就是他这一生中最精彩的收藏 曹兴成祖籍山东纪宁 1947年出生于北京 因为国共内战 他一岁半时就随父母逃难流落到台湾 被视为外省人第二代 所以不难理解 曹兴成会对媒体说 自己生来就是有反共基因的 中共才是搞武装叛变 分裂中华民国国土的元凶 曹富在台中县清水镇的一所中学当老师 不高的收入要养活家里七个孩子 曹兴成独自在台北念中学时 曾因家穷而跟三轮车夫一起挤住简陋的铁皮屋 他从小就在逆境中养成了顽强的性格 比同龄的孩子更成熟 他的成绩也一直很优秀 18岁时 曹兴成考上了台湾大学电机系 然后又在交通大学管理研究所读完硕士 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经济部当公务员 1974年曹兴成因表现十分优秀 进入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曾任电子工业研究所副所长 1982年出任连华电子公司总经理 1991年任连电董事长 连电是世界第三大芯片代工厂 曹兴成是连电的主要创办人 他和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并称台湾芯片业双雄 两人一度你追我赶竞争激烈 对推动台湾半导体发展 奠定台湾芯片代工业在全球不可或缺的地位贡献捉住 2011年曹兴成因为躲避官司 被迫放弃中华民国国籍而入籍新加坡 这应该是曹兴成最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 曹兴成至今想起来还悔不当初的说 若重来他希望从没赴中国大陆投资 熟悉曹兴成的人都知道 早年曹兴成曾因提出统一公投构想 一度被贴上亲中商人的标签 他甚至还花钱在报上刊登广告 推出自己设想的两岸和平共处法 他认为这是做社会公益 期盼能借此拆除中共反分裂法中对台动武的隐信 2001年左右 在陈水扁执政期间 已在台湾芯片业叱咤多年的时任联电董事长曹兴成 大胆吸进 通过香港的一家公司 间接在大陆的苏州投资半导体厂 他雄心勃勃地先台积电一步 抢贪大陆市场 但他却因涉嫌违反台湾政府禁令到中国投资而被调查 深陷多年的诉讼也造成联电的大额亏损 2006年曹兴成被迫黯然宣布从连电辞去董事长职务提前退休 双鱼座的曹兴成追求自我实现过得精彩 骨子里很浪漫 他精于收藏与围棋 甚至还投资过以分析两岸形势著称的杂志 曹兴成淡出芯片行业后 把更多精力花在了中华文物的艺术品收藏上 2008年5月 汶川大地震后 曹兴成在香港加世德举行的抗震救灾慈善拍卖会上 以6500万港元拍出清乾隆玉制料胎 彩画法郎西洋母子画笔筒 将半数款项捐给汶川灾区抗震救灾 这也揭开了曹兴成 是华人世界有名的艺术鉴赏及收藏家 这显为人知的一面 事业遭遇挫折的曹兴成没有就此消沉 这位前连电董事长转身就成了乐从堂堂主 玩完了芯片又玩起了古董自画 不过他并没有玩物丧志 而是玩物养志 他把剑石艺术品真伪当作了一种陶冶和乐趣 曹兴成曾多次强调 他收藏是为了鉴赏而非为了投资 曹兴成的收藏在质和量上 都已达到了国际级水准 他的藏品广泛 由于青铜器最著称 曹兴成的家就如同一个小故宫 2007年苏富比推出当代大收藏家一书 将曹兴成列为1945年后全球知名的百大收藏家 他是入选的三位华人收藏家中唯一一位在世者 曹兴成最偏爱收藏青铜器 他认为瓷器缺乏象征意义 严格说来称不上艺术品 比较接近工艺品 而青铜器作为净天祭祖的礼器最有价值 但商议后的青铜器趋于实用与华丽 减弱了庄严性 显示社会礼崩越坏 逐渐脱离了礼器的仪轨 曹兴成见多识广 辨识和鉴赏的眼光很独到 他的原则是眼见为凭 也就是凭自己的眼睛观察 在赏的方面注重比较 好坏高低都是通过比较得来的 曹兴成曾以近27亿美元身价 名列台湾50大富豪榜 在台湾他与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 余亮其名 曹兴成曾走访过大陆 被中共党魁捧为上宾 他是八年香港居民 曾是香港中联办官员的饭桌常客 他是新加坡引进入籍10年的大腕 作为声名捉住的企业家 他见过各种身份的人物 作为大收藏家 他碰过各种货色的藏品 曹兴成在台湾、大陆、新加坡 都曾被捧为业界功臣 也都曾被骂成过叛徒 重视家庭的他 还被媒体大肆渲染过 与明星美女的绯闻毁誉并存 他走过的人生之路 时可谓越境世间名利色 2019年港人发起反送中运动时 曹兴成就住在香港 他跟着百万人走上街头 亲眼目睹了香港的自由 一点一滴被剥夺殆尽 香港元朗721袭击事件中 动用黑社会毒打市民 是触发曹兴成坚决反共的一个导火索 中共中联办官员曾在请吃饭时 亲口告诉他 找一些流氓来 公安来 把他们痛打一顿 他们就乖了 曹兴成1988年就见过江泽民 跟江聊了很久 曾庆红还请他吃过饭 他早就亲自见识到了 集权体制之下的中共官员很虚伪 没有什么真话 按照曹兴成的鉴赏原则 他对两岸三地及新加坡的人和物 都亲自观察过 以他收藏家的洞察力 各方的真假优劣自然也都比较过 曹兴成说 中共在香港背信弃异的流氓作为 是扭转他政治认同的最大拐点 偏爱国气青铜气的他 在2019年底就下决心回台湾抗共 在台湾留一块净土和一片蓝天 绝不能让台湾也成为香港 曹兴成觉得台湾在1996年就只选总统 不再是党国 而是人民当家的民国 台湾的自由是再多钱都买不到的 中共是党天下 老百姓连投票的权利都没有 曹兴成强调 他不为民也不为利 对政治也没兴趣 单纯是厌恶中共的谎言暴力 希望为下一代保护台湾 得来不义的民主和自由成果 曹兴成的两个儿子都是中华民国籍 他表示也会让儿子一样挥台湾搅供 曹兴成认为台湾目前防卫的最大问题 不在于军事部门 而是基础的民心士气的不足 他豪捐约一亿美金 就是用来推动全民国防教育 提振民心士气 抵御中共统战渗透 曹兴成确信和流氓对话是没用的 唯有强化自我防卫 他誓言与台湾共存亡 他幽默地说 自己除了病死之外 还有两种死法 要么是看到共产党垮台后笑死 要么为保卫台湾而战死 他绝不活着看到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 曹兴成直接穿上防弹衣 站到抗共第一线 他强调自己不像许多富豪 选择明哲保身 舍掉利益才能得到自由 曹兴成目前在和台湾无人机 制造公司洽谈组成产业联盟 计划快速打造100万架 攻击无人机抵抗中共的入侵